大家好 大家看看我在家裡挖的坑 我不是從中國買牡丹嗎 不管能不能拿到手 我先挖了幾個坑 還不夠 陸陸續續可能會買一些吧 買一些就試試 不管拿不拿到手 我先把坑挖上 免得到手太多了 我一刻去挖不了那麼多 所以說我先一二三四 挖了五個 肯定還要挖幾個吧 不止五個 如果可行的話 我可能還買幾個 我就一下把我自己想轉到買到位吧 就不折騰了 安安心心就發視頻 也有時間做做推廣這些 所以你看我這塊地 上次我挖好了 這塊地我是準備種大花黃 從美國買的大花黃和顛黃 那個是最原始的品種 這塊地兩顆 然後這塊地是準備包種我自己的 自己雜交的種子 這塊地 這塊地再挖一挖 我都混了一些土了 混了一些 那些叫什麼 叫苔旋啊 或者之類的這些東西 我忘了袋子在哪裡 還有比如像這樣的土 對這樣的 給我再看 我混在了個檯旋 這塊地主要是今年嫁接 跟我自己嫁接的 我自己嫁接 我不是還嫁接一些嗎 種一些 然後野種種子 我準備還在甘肅護龍 護龍牡丹 那個地方買一些種子 現在它還沒有採 新鮮種子還沒採 所以我過的時間 如果我能拿到手 我就再訂一些 再訂一些 我就把這個種子撒到這裡 然後我自己嫁接的也種到這裡 這個地我都弄好了 這個一挖就可以挖得動了 裡面也是弄了好多東西 這是前段時間準備了一個小藥 可以 應該明天能沒問題 是不是 看一下我們家的花 好幾天沒拍了 又有個 去關於其他事情去了 這個就是那個苔旋 混 到時候種種子啊 或者種牡丹丹丹 我就混這個 這回隔壁在 隔壁在撿草 吃一點草 那順便照一下 照一下我的雜交的種子吧 應該還沒有成熟 還沒有裂開 等裂開了之後 再來吧 都挺好的 的確是種到種子之後 那個花芽就要小一些 但是好像還可以 只要有花芽就行 把這個 我到時候 再過兩天 我把這個育葉梅嫁接一下 你看這塊 這個太 長得太快了 這邊就拿來嫁接育葉梅 這個 這個我當時沒有雜交 海房 這塊 是雜交的 你看那個種子 都挺好的 都挺大的 的確是雜交抹了花粉 自生抹了花粉的 人工瘦了粉的 它就長得好 那些沒瘦粉的 你看就不行 連這個 沒瘦粉的 或者當時沒抹到的 這些 這個是雜交的 這個是剛抹了瘦粉的 人工瘦粉的 所以就長得好 好 最後我拍一下再躺